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葉先生 身為一位穿穿穿著 受過最專業的訓練 又升金數百戰 金石啊 這世界戰盒你搶不到的包裹啊 人有失常 馬有亂提 你們組織該不會這麼小氣吧 大姐說了啦 只要今天這一單你免費幫我們送 又能夠準時送達 之前的事就算了 今天我只打算享受一個人的下午茶 他走了我就會追他 回到家裡 快到了 那次是 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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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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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真的是好險 應該沒有追來 不過我今天試駕車款 也是一台相當厲害的車型 他是 hanno BMW X4 而且還是M40i的版本 而且今年是B&W的M1問世40周年 這時候試駕Export的M40i 某方面有一種追隨的意味 怎麼說呢 因為在M1的問世隔年 B&W第一款M Performance車款 也就是M535問世 所以Export的M40i 它雖然是歸類在M Performance裡面 但是它在整體的性能位上 在休旅車來講 它已經算是有頂尖的跑格 比起標準版的Export 你會發現M40i 它整體造型上看起來更為飄悍 除了引擎蓋上的折線 還有專屬的M Performance的Package以外 再搭配21吋的胎圈 你會發現這台車簡直就像一輛跑車 而且它在板件 甚至車體架構大量採用鋁合金的情況下 它已經減重了50公斤 風阻值也達到了0.30cd 打開Export M40i的座倉 你會發現 哇 它這台車的內裝成色真的很跑格 因為除了它有很鮮明的駕駛導向以外 像譬如說像中控台 它上面是包皮 而且還有紅色的雙車縫線 那再搭配霧銀的這個金屬飾板 所以在看起來你會覺得有一種前衛 而且有一種冷峻的感覺 那座椅呢 除了跑車座椅的包覆性很好以外呢 它也是採用真皮包覆 那在方向盤的上面 它當然除了有換檔撥片 它的盤幅也是用真皮包覆的 而且就連這個盤幅下面還有一個M Page 所以在開的視覺感上 你已經會覺得它比較熱血 那在科技性配備上呢 除了它有一個12.3吋的虛擬儀表以外 就數位儀表 它還有多功能的模式顯示 比如說你在Sport的模式下 它會整個換上了紅色的表底 所以在視覺感受上也會變得更強烈 那它中控台上呢 則有一個10.25吋的觸控式液晶顯示幕 這個液晶顯示幕呢 可以說是功能強大 除了它結合iDrive 6.0的系統以外呢 它還有原廠的中文衛星導航 而且它在這個語音導航的部分 就是它還有一個行動秘書的諮詢服務 就是它的Co-Center 你可以直接跟Co-Center連線 它也可以直接透過遠端的無線傳輸呢 把你所需要的圖資丟到你的導航系統裡面 所以在操作上你只需要動嘴 也是BMW我覺得在除了車子本身以外呢 它可以提供你不同面向的這種功能 那當然 你這台車除了自己開起來相當過癮 它載著家人的時候 也可以給你提供相當安全的防護 除了它有緊急追撞防護的輔助 及行人偵測以外 它還有後方追撞警示 這些只是它的功能一部分而已喔 它還有包括像6G SRS輔助器 然後停車輔助 全車360度的環景攝影 而且就連它的抬頭顯示器都是彩色的 所以這些呢 都能夠在行車的時候呢 減少意外發生 提到BMW X4 M40i的這一個引擎 我整個人就開始興奮 因為你只要把排檔座上的Sport按鍵按下去 你在搜尋的時候 你還可以聽到尾管傳來清澈的燃爆燈 真的是相當的像一輛跑車 而且這一具引擎呢 它是BMW新的B58的引擎系 跟過去的N55引擎相較呢 它同樣是採用3.0升的直列6缸 雙渦流的引擎設定 但是它的渦輪增壓器呢 它的葉片已經比舊款增加了6% 再結合它的缸內直噴設計 還有可變氣門揚程 就連它的雙可變氣門證實呢 都經過重新設計 而且它不只鋼筋跟沖塵都改變以外 它的活塞曲軸都是採用鍛造的部品 所以全油門加速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整個速率都變得更為順暢 而且它再加速的貼備感相當飽滿 除了它有360匹的最大馬力以外 扭力已經成為51.3公斤米 再結合發速手制排 所以它0到100的加速 可以在4.8秒達成 提起操控 你也會發現它的表現不會讓你失望 除了它維持BMW向來引以為傲 50比50的車體配重以外呢 它在底盤的設計下 完全是以跑車的標準來打造 那50比50的優勢到底在哪呢 事實上50比50最大的好處 就是你在劇烈抄架的時候 它的重心不會過度的移轉 所以不會讓你推頭白穩 所以你開起來呢 心裡基本上會覺得比較好控制 再來就是這台車 它屬於M Performance的頂級版車型 所以它的懸吊 除了採用M跑車式懸吊以外 再搭配它的電子阻尼 就是你只要切在SPOSE的狀態下 它雖然是一台Close Over 可是你在過彎的時候 它的側頸控制相當的好 但是好之外呢 你會發現它在底盤的調配上呢 會變得相當的QRUN 比如說通過坑洞 甚至道路接縫的時候 它不會出現彈跳 它在收縮的過程中 已經迅速的把這樣的震動給消弭 甚至你在劇烈操控的時候呢 它還可以發揮優異的支撐性 開起來說真的 就像是月高的M2一樣 而且我覺得這台車 還有一個厲害的地方 就是在崎嶇路面或是惡劣的氣候下 它的X-Drive的四驅系統 它在一般狀態 它維持前40後60的分配比例 你在劇烈操架的時候呢 或是遇上更惡劣的地形 它可以隨著你的需求 將動力100%抽到前輪或是後輪 所以你開起來還是覺得四乎八穩 哇 X-BOR的M40i 它的造型真的很帥氣 而且很動感 我覺得純舊車的產品本質而言 它可以說是相當優異 而且它甚至注入了跑車靈魂 所以劇烈操架的時候 你會覺得自己就置身在一台跑車裡面 而且更特別的是 這台車它還兼具了實用性 當它後座椅背往前傾倒 它的行李箱空間 也可以擴增到1430公升 當然除了這些以外 我覺得有一些部分 是車壇上很少見到 甚至可能很多消費者都是比較陌生 卻是這台車最大的優勢 除了它有智能的駕駛輔助科技以外 它還有智能遠端遙控 你甚至可以下載APP 在手機上就可以知道車輛資訊 甚至遙控它 你也可以在炎炎夏日 提早開啟通風 我覺得這是這台車它附加的價值 但也因為這台車太過沉穩 會讓人家有一種速度迷失 我覺得這是駕馭它時候 必須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我在聽 葉先生 咖啡還好喝嗎 你們還想怎樣 沒有啦 我們大姐要我跟你問個好 知道你喜歡喝咖啡 所以今天這攤就替你跑啦 大姐說 下次不要讓他親自出來請你 我會在看你 如果你可以找我 在這攤就不用了 我可以到這攤就隨便 我可以到這一個 它 教人 快點